國內最高等級的青少年網球賽事 華國三太子杯全國A級青少年網球錦標賽 19號起1連7天在彩虹河濱公園熱烈開打 分為12、14、16以及18歲男女子組單打以及雙打的賽事 21號接近中午12歲組女子組單打的四強戰 正如火如荼的展開 最後由排名第1、2名的民族國校曾子穎 以及馬里遜美校的朱莉雅挺進冠軍戰 民族國小的曾子穎以8比0擊敗對手 比同年齡的女生身高還要高 是曾子穎的優勢 她也幾乎每天都在網球場上練習 我想要成為職業選手 打大碗關 她都會陪我抽球 然後抽到一定要的數量 然後抽 才能休息 因為她其實是比較慢熱型的選手 那我認為到她們這個急速能達到四強裡面來 基本上就是場上發揮心理素質的問題 就是大家實力不會差很多 可是你平常學是不是都能夠用在場上 所以她今天是有拿出看英雄的關係 第二種子馬里遜美校的朱莉雅年僅11歲 秋林就有7年的時間 20號將對戰第一種子曾子穎 雖然身高上處於劣勢 但是還是會奮力一搏 就隨便打 反正她比我大一歲 然後又比我強 又盡量 一年僅舉辦四場的A級賽事 吸引國內青少年好手前來競賽 除了奪取珍貴的積分之外 也提供互相切磋球衣的機會 孫奈海TV台北報導